这个基大使讲一下好了 这个华春莹又发布 在X上发布了一段影片 那过去他常常讲很多外交 大国什么战争 这次我们看到就非常有诗意 向海外要推广安徽池州的平天湖 风景很漂亮 然后我们把那个画面丢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我今天看到那个画面 也想说天哪 这个是AI做的吗 还是CG秀土 结果都不是 这是天空画下来的画布 有没有 好像在云端开车一样 开车到这里就像在云层中滑行 是一场跟倒影的舞蹈 但事实上这个是 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拍的 是大陆一个学生拍摄到的画面 但确实 华春莹这篇 po出来之后 立刻登上了热搜 对 我刚刚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 这个池州 这个天平湖 平天湖 好漂亮 这个我过去不太了解 这个是水 对 这是水 这个湖 真的看不出 是不是像在云层中的感觉 对 结果我看中国大陆 很多媒体最近都在报这个 对 热搜啊 而且最近四五年 也都在报这个 这是一个大陆的 大家发现的一个新景区吧 它有40平方公里大 这个湖其实蛮大的 然后这个池州啊 我看了一下 它是一个历史古城 对 那它附近有这个 有这个宗教是叫九华山 哦 九华山在这附近 九华山就在这个附近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池州古城 再加上池州这个湖 现在就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非常受很多旅游者 瞩目的一个新的风景景点 它不算是一个风景热点 过去我们都不知道 过去不知道 可是我看了新华社 还有好多这些啊 最近几年啊 都在都报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平天湖 那它以前的旧名叫白沙湖 所以它这个名字是 后来改成叫平天湖 那我觉得这个 就 就华春莹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在主打一个 就是中国的观光旅游 中国观光旅游 免签以后 所以它把这个景点 等于说透过它的这个 特殊的平台 又介绍给世人 那所以不只是 只有中文的读者 这个各种读者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外交部门啊 真的 它也在整个配合 整个国家的政策 对外的政策 那这个就是介绍一个中国 一个大家不为人知 可是会让你惊艳的一个 观光的景点 对 这个如目似幻的 它应该是从空中无人机拍的 然后那个水面上面 有云的倒影 那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在空中 有一条道路 走在空中那种感觉 对 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P图吗 第二个反应是在空中吗 结果都不是 对不对 亮哥有机会想去看一下吗 我真的很像P图 哪一想像可以有这样的景色 是不是 不过华春莹角色 比国家旅游剧还厉害 对啊 他不管是讲外交啊 讲这个对比啊 你看光是这个旅游的部分 我赌啦 这个地方大概马上又要塞爆了 会塞爆 我觉得 是不是 对 或者应该是 大家去那边会带着无人机去 拍学这种影片 这种拍法 才拍出那种效果出来 对 就很难想象 但是我相信很多这个外国游客到大陆就觉得非常惊讶 大家知道大陆地大物博 但是你看到它的建设 湖中这条路也可以弄得很丑 但是你看旁边那个植栽有没有 绿色的啦 蓝色的水啊 再加上那条路 看起来真的如梦似幻 而且它傍晚的画面又不太一样 傍晚是橘色的 对 黄昏的颜色 对 好 另一头还有一个 我也是请立将军一起讲好了 这个路透引述了两名美国跟越南政府的消息人士说 两国其实正在讨论啊 这个C13栋大历史的军用运输机啊 要买这个 那双方都没有透露交易金额跟数量 但其实本来不是要买这个 本来是要买F16 那据说这个F16的进展非常的不顺利 只要就是因为这个越南忌惮中国 所以呢 相较之下去买这个C13栋 比较不会那么敏感 其实我觉得越南不见得会忌惮中国 它反而忌惮是美国 所以我买你美国的F16 那你会不会在飞机上面动了手脚 比如说你在飞机上面动了一些 敌我识别器啊或干什么来讲的话 将来我如果说是越南跟你美国有任何 反正我这个飞机就起飞不了 其实美国经常会动这种手脚 对每个他军员的国家都会做这种设定 所以你如果不听话 我就让你的战机起飞不了 为什么中东现在很多国家 他不愿意不敢跟美国买这种武器 那第二个来讲 越南如果跟美国买F16来讲的话 它后续的所有的这个保养维修 甚至于导弹 你都必须要用美国的系统 就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 对我们台湾自己生产的天舰 这个也是很好一个空对空的导弹 但是我们这种天舰飞弹就不能装在F16上面 你非要跟美国买它的响尾蛇飞弹 就是这个AIM导弹你才能够用 那你后续来讲如果说是这些 这个不管是武器的供应链啊 或者是后勤的维修链都卡在美国手上 那越南自己当然会有所顾虑 那美国其实也顾虑越南 对不对 如果说越南把这个F16 它的一些东西 让给中国来讲的话 因为中国毕竟跟越南来讲 双方来讲你说好吧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交恶吧 也不至于交恶 那双方以后会不会有合作空间 那如果有合作空间的话 中国会不会把这个 越南会不会把这个F16 相关的一些技术啊 或干嘛转上给中国知道 所以我觉得美国两国来讲 在这武器交易上面可能都各有各的顾虑 越南会顾虑美国 美国也会顾虑越南 所以来讲的话 那就不要买这种飞机吧 那就买这个西腰三洞 西腰三洞毕竟是运输机啦 那比较不会有这个战争武器的威胁 所以影响比较小 那美国就把这个这种飞机 腰三洞运输机来讲的话 大概在全世界运量也很多 我们台湾也是用这种西腰三洞 我自己个人就做过好几次 那确实是蛮不错的一种飞机 也相当安全 那卖给这个越南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蛮高的 那越南就是我们必须要怀疑说 为什么你不再跟这个苏尔买 他以前他武器都是跟俄罗斯买的嘛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是俄罗斯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他俄乌战争发生的关系 他很多武器自己 用在自己的俄乌战争上面 就没有能力再多生产多的武器 卖给越南这国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是中国 可以好好的拓展他这个军武外销的一个时机 给大家补充一下 有一名这个知名的法国历史学家 最近接受了这个德国这个柏林时报的采访 那他是这样讲 那这位学者呢很有名 因为他过去曾经准确预测到苏联解体 所以在欧洲享有盛名 他认为俄罗斯目前在这个冲突当中 其实已经赢了 那西方濒临崩溃 这是他的结论 然后他说呢 西方跟俄罗斯进行的经济战 对欧洲伤害更大 更大的伤害是经济 那他也讲了美国想要分化德国跟俄罗斯 取得了成功 因为他接受的是柏林时报的采访 所以呢 他这个要德国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要这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